創世紀 哈囉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呢 叫做創世紀 那創世紀呢它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期末 所以這款遊戲裡面會有很多 中國的一些角色 畫風以及音樂等等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這款遊戲它進入之後呢 它會做個簡易的登入啦 那進入之後其實我們可以 經過一些新手訓練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這個畫面啦 它的畫風是 蠻中國風的 給大家聽一下音樂 音樂也是 算是蠻 中式的 那這款遊戲它 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我們可以在這邊做訓練 我們可以用元寶 這邊是我們的採集場啦 我們可以幫它升級 升級需要工匠 那我們可以升級 升級它都會需要時間 比如說這個就需要4分鐘 那它4分鐘之後才升級完成 這邊是我們的訓練所跟兵營 那這是我們的主堡 我們也可以把這樹砍掉 可以移除它 然後這等於是我們的一個家園啦 我們可以在這邊進行建築 它有點像世紀帝國 有點像世紀帝國 那我們也是要在這邊升級 只是世紀帝國是即時戰略 那它這個不是 它算是非即時戰略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選擇選單 選單這邊我們可以選擇進攻或建設 建設這邊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防禦公式 比如說這個要500塊 那這是我們的城牆 那不管是 不管是 任何的 任何的建築 我們都需要我們的工人 那工人如果在 在做其他事情的話 他就是沒辦法 他就沒辦法幫我們做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他的事情喔 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移除啊什麼的 所以這整個建設都很非常仰賴工人 那我們的軍隊我們可以在這邊做建造 訓練軍隊 這邊是我們的基本兵 那如果我們 建造一些兵都建好之後呢 他會存在我們的營地裡面 營地也是需要升級 我們才會有最大的兵量 那如果都準備好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進攻 遊戲進行方式其實就是 我們就是進攻然後我們就選出發 在選擇村莊的時候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其實可以看他的難易度啦 比如說他有塔房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選擇下一個 找比較弱的去打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要注意喔 有時候 下一個對手他會必須消耗元寶 那如果你決定好要用這個對手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開戰 那這遊戲其實就是掠奪其他 這都是其他玩家 我們可以掠奪其他玩家 藉此壯大自己 我們就按開戰 那遊戲的進行方式呢 就是點選我們的人物 點選 這是我們的兵力 你將來會有很多種兵 他這邊有倒數計時 我們可以點選我們的兵力之後 我們就直接點擊在這邊 比如說你要攻擊 他就會開始自動攻擊塔 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我們的人物放進去 那其實你可以讓他去掠奪這些農地阿等等 那打主堡也會加錢 其實要把這些砲先清除掉會比較好 因為你清除掉砲之後呢 防禦公司都清除掉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行的去掠奪啦 你可以看到他在打的時候 其實都是會幫我們增加我們的 金幣跟我們的稻草 那你也可以放大來看 看我們的戰士來攻擊他 那他攻擊的目標都是他自動去 我們的士兵自動去決定的齁 我們沒辦法在中途中控制他 我們只能做的其實 其實我們做的其實應該是分散兵力 比如說這邊兵力先打一部分 那這邊再打一部分 再下一些兵力 不要把一次兵力全部下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們就是一直掠奪他家的 他家的財寶 跟他的食糧等等的 那我們就可以藉此繼續撞到我們的軍隊啦 我們有可能可以把他全部殺光光 還蠻幸運的打爆他了 那我們結束戰鬥 如果一分鐘之內沒有把他打完 拆完的話 我們遊戲就會 戰鬥就會進行一個段落啦 就會結束這樣子 這邊是我們的戰果 我們如果戰果星星數三個的話 其實就拆了百分百 這個趴數是我們拆的建築數 好那我們就可以 就回音這樣子 那整個遊戲的進行方式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整個遊戲的進行方式 整個遊戲的進行方式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我們升級 我們去掠奪 我們製造 製造更多的兵力 然後我們再去掠奪 然後在 在這邊再建造更多我們的建設 比如說我們建設建塔 你可以看到他一個這樣的模式 那我們也可以隨時移動他 也可以升級火炮 那希望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啊 可以來進行下載喔 那也可以直接點選我們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直接進行下載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遊戲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